今天的天天饮食将为您带来一道来自湖南的开胃菜 喜庆吉祥酸辣虾 如何只有一个步骤得到三重口感 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保证虾肉的鲜嫩和营养呢 味道很好 还很鲜 制作这道喜庆吉祥酸辣虾 您需要准备青虾 剁椒 黄灯笼椒酱 绝根粉 高汤 酱油 鲜露以及味精盐等调味料 稍后精彩继续 今天呢我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亚丁湾商务酒店的周百晨师傅 他教大家做一道我们中部湖南的特色菜 叫做喜庆吉祥酸辣虾 这道菜的口感讲究的是鲜香酸辣 周师傅告诉我们 这鲜味的得来 首先取决于青虾的处理诀窍和食材的搭配 这个虾呢首先去掉一个头 把虾头把头去掉 对 其实这头挺有营养的 挺可惜吧 这个虾头待会儿还另有种种 但是我再告诉你 先一步步做 留到最后给我们讲这虾头干嘛用 然后虾呢先开一下边 开一下边完以后 把那个虾线去掉 这专业术语叫开边 就是从中间给它断开 对 然后把那个虾线去掉 这是一方面是为了去虾线 另外一方面从中间断开 我自己猜一下 不知道对不对 周师傅 是因为我知道这虾肉特别嫩 要做的时间特别长的话 这肉容易老 是不是这样做的话 既能入味 又能让它肉不老呢 对 这样做 然后虾的味道会更加鲜美 然后虾的嫩度会更好 您看 这一盘虾让周师傅这么一处理 其实五分钟时间不到 就那么干净了 又简单又干净 好 来 处理完之后咱们接下来 周师傅 处理完以后 然后把这个虾 排在我们就说的绝根粉上 这跟这个虾要怎么合作呢 因为这个虾排在绝根粉底下 跟这个虾的这个线度 和这个绝根粉的相较异常 然后它能复补一下 大伙记住了 去这个虾线的时候 到最后尾巴那块 别去干净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 特别漂亮的这个形状 凤尾 对 有点像凤尾 要不咱们这个菜叫吉祥喜庆 酸辣虾呢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那你说这绝根粉还真的像一个鸟巢那种感觉 然后引来了这么多美丽的凤凰 行了 这盘已经很丰盛了 处理主料和选择配料 只是保证这道菜口感鲜嫩的第一个环节 下面还有更重要的步骤 需要您去留意呢 接下来周师傅教您用一个步骤 同时得到香酸辣这三层口感 您可要看仔细了 咱们得把这锅烧热了 热锅 热锅凉油 热锅凉油 最健康 好嘞 好够了 油温烧到六成热的时候 六成热 然后下这个作胶 老师听这个专业厨师说 这油到几成热几成热 怎么判断呢 就是他们说有个好方法 就把这手往这一放 稍微有点热了 就是六成了 对 稍微感觉着 如果你这时候下不去了 就已经太烫了 对 好 下面油温烧的可以了 我们可以下剁椒了 剁椒是湖南菜的一大特色 对 然后这个剁椒 经过这个油的炒制以后 颜色更加鲜艳 这是黄灯笼椒吧 对 就是海南那种辣椒 这辣椒别看它不红 相当相当的辣 但是呢 它又很有一个特点 就是特别的鲜 这个剁椒和这个灯笼椒 配合在一起的话 会出现什么样的味呢 一个是香辣 一个是鲜辣 又香又鲜 对 是不是还会有点酸的感觉 对 原来只要把两种 不同风味的辣椒 炒在一起 就可以同时得到 香酸鲜辣 三重口感了 那么又该如何保证 虾肉的鲜嫩呢 加上一次 加点烧汤 对 这等于是炒汤汁吧 对 然后这汤完了 炒完以后 然后再浇到虾汤 然后上浓气 蒸个六分钟到八分钟就好了 炒完这个汁再浇到这虾上 干嘛不把这个虾弄好 往里面炒一下呢 那个味道 人家没有这个蒸出来的味道 营养 好 味道就不一样 对 放点酱油 酱油 再放点鲜露 好 鲜露 对 鲜露在哪买呀 一般的调料里面都有 超市就有卖的 叫鲜露 新鲜的鲜 露水的露 对 鲜露 好 这汁我们炒好了 炒好了 有一股酸辣的味道感觉 出面而来 浇到这生虾上 对 然后再蒸一下 哎呦 还挺辣的呢 蒸它一个 就搁上去 对 上汽 蒸个八分钟就行了 八分钟就可以了 用蒸不用炒 就是保证这道菜 口感鲜嫩的 诀窍所在 接下来 周师傅就要利用 蒸虾的八分钟时间 来介绍虾头的妙用了 哎呀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锅中倒入油 将虾头倒入锅中 小火炒制几分钟 您就可以得到 鲜香味美的虾油了 炸过之后的虾头 还可以配着椒盐 变成一道可口的凉菜 怎么样 是不是一举两得呢 呦 大伙看 虾又叫变色龙 经过这么一蒸 刚才还是青灰色的 你看 鲜红的 这是红辣椒是吧 再撒点小葱花 小葱花 香葱 对 你看 有红色有绿色 这道菜马上漂亮了 再加点味精 撒一点点味精 好 这菜就成功了 成功了 对 尝尝周师傅做的吉祥起庆 酸辣虾 挑一口 又你看还冒着热气呢 你看这虾肉多嫩呢 八分钟 一定要记住这时间 有道理 对吧 你看刚才我说 把这虾在里面炒的话呢 虾肉绝对没有这个嫩 但这虾肉啊 就像被水啊 就热水焯过一样 特别嫩 但是呢 它剁椒和这红 黄灯笼椒炒过的这个辣味啊 鲜辣味 酸辣味都已经进入到这个虾肉里面 味道很好 还很鲜 嗯 好吃 这道酸辣开胃 虾肉鲜美的喜庆吉祥酸辣虾 您学会了吗 首先 我们将青虾去口 平开后去除虾线 绝根粉泡发之后 均匀的马上青虾 用剁椒 黄灯笼椒 和高汤炒制汤汁 淋在盘中 蒸锅上汽后 蒸制八分钟 这道湖南特色菜就出锅了 您要是也想尝试着做这道菜 只需要买回青虾 剁椒 黄灯笼椒酱 绝根粉和鲜露 再准备点高汤 就可以在家尝试一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